搜水油也搜进了校园 部分学校的营养午餐也中标 但是立委却发现 之前因为食安风暴成立的 校园食材登陆平台 管理范畴竟然独漏了幼儿园 满桌可口食物 这些都是幼儿园的餐点 但仔细一看 每一种都跟油脱不了关系 搜水油事件引发各界关注 立委执意 幼儿园的食材控管出现漏洞 请问我们的教育部 我们幼儿园有几所 他们使用的这些 可能有遭到黑心油污染的食物 可能我们答案会是0 就我知道目前我们的机制 如果完全没有建立的话 无从追踪期 其实我们部里面一接到讯息 我们已经马上做处理 也已经我们教育部 通喊给各直较县市 那幼儿园有没有 因为去到直较县市政府 他们也要马上让他们知道 而且透过校案通报 已经告诉大家 本席要求是幼儿园也要包含进来 尽管有通知 搜水油的问题 但立委也批评幼儿园的食品登陆 没有好好落实 台北市跟新北市 他们都已经建入了 所谓的食材登陆的一个机制 有建制这样的平台 所以它可以回溯 但是我们的幼儿园 现在没有任何的机制 所以一发生问题的时候 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去回溯 去追踪 去知道说有哪一些孩子 受到影响 是不是容我们是不是在尽快 不要跟委员报告 我们是尽快 是不是尽快 尽快来订定这样 主管机关一样是教育部 幼儿园的食安问题 却被忽略 教育部回应 确实只做一半 立委也不满 幼儿园的餐点营养基准 规定明显比不上中小学 要求教育部改进 让国家未来的主人翁 吃得更安心 欲典TV王世凯林军商台北报导